民進黨立委 賴品瑜的爸爸賴靖林 進來現現綠能風波 那麼昨天他在臉書發表聲明 宣布辭出了雲爆能源董事長的職務 將賴品瑜現身力挺爸爸 同時說支持提告 我賴品瑜絕對支持 每一個人用最高的標準來檢視這件事情 那最後啦 我要告訴這些執意要說謊的不肖人士 我勸你們立即停止無中生有的荒謬劇本 去居坑牆有力民進黨立委賴品瑜身陷綠點爭議 遭到在野黨連日猛攻 這回親上火線嚴正警告要正面迎戰 這些人為了挽救他自己低迷的民調 被鋪天蓋地不實的扭曲 在這裡我絕對肯定他的決定 同時我也支持全部都收集證據 悉數提告 面對事實的真相跟家人的親牌 我也會奉陪到底 賴品瑜喊告要替父親賴靖林抱不平 而前一天賴靖林也在臉書發表四點聲明 強調為了避免成為特定政黨和政治人物的鬥爭材料 已經向雲豹能源董事會提出 將辭去董事長及所有子公司職務 被外界解讀是在挽救賴品瑜的政治生命 也要替賴清德選情執寫 這不是為了執寫 他是為了要拒絕政治的張手去扭曲台灣綠能的發展 所以他請辭 儘管賴家婦女都已經出面回應 但國民黨顯然沒想清醒放過 繼續猛攻民進黨綠能產業鏈 民進黨所謂死守的非核家園 是讓這些政商關係雄厚的人 可以在這個政策裡面 大家能夠賺到飽 結果排電虧到飽 這個所謂18家公司是在再生能源產業裡面 非常常見的叫做特殊目的公司 這不是雲豹獨有 這不是台灣的再生能源獨有 這是國際上面的再生能源產業 慣常使用的方式 藍綠黨團在立院隔空吵翻天 但卻不見賴平宇同選區對手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廖先祥有太多話語權 看得出戰力懸殊狀態下 賴平宇儘管爭議纏身 還是具有現任的領先優勢 記者 陳詩琳 巨庭台北 從某島